今天2020年啦 欸!今年的2020年 最後一次的見面就是今天囉 而且今天老師的節目啊 你看來一個Happy Ending 2020最後運勢大公開 對!而且各位先粉 小編剛才請艾莎姐一定要提醒大家喔 欸!你看小編多貼心 幫大家選了四個字 然後等一下各位先粉啊 你們就要去選喔 年終幸福這四個字 然後你是選到哪一個字呢 等一下鼎旭老師就會幫大家解析 對!因為今年也剩下幾天 20天! 從1月到現在經過了疫情 經過很多破破折折的事件 讓我們人心裡面會覺得有一種不安定感 沒錯!2020 對!因為經典的流列也剛好是試 試是一種不安全感 可是試也可以透過學習 讓自己安定也很好 喔!是! 那年終當中也有人遇到了那個什麼那個 什麼那個... 對啊!疫情也好啦! 對!那所以說讓自己不安 可是大家他還是能夠很努力的 靈靈驗靈驗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好不容易! 對!真的很不容易 那剩下那個最後20天 對!那老師會覺得用四個字來讓大家測試 那測試能量裡面就是希望最後的年終 每一个人带着幸福的心 然后幸福的能量来迎接2021 没错 好哦 那这样剩下最后的20天 我们怎么样迎新送旧 就从这四个字当中呢 然后我们来选一个字 各位那个先粉 你们有选的 有选到的 可不可以留言 然后跟艾莎姐讲你选什么字 好 陈素宇你说好奇啦 陈素宇你是选什么 还有郑传荣 郑传荣 好 OK 翁指寒 哎呦翁指寒已经选福了 哦 年终幸福 这四个字我觉得每个字看起来都好像都很lucky 都很有我的缘 对 然后各位先粉你们可以留言哦 然后等一下就是由那个 鼎讯老师 然后帮大家来做解题 张凯莉你需要幸福能量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又选幸又选福的意思就对了吗 哈哈哈哈 很内心哦 因为每一个字中 它有它的海域帐 哦真的哦 然后带着一种一股我们今年所遇到的或是创造出来的燃料场 是 那你想完以后不管它是好或是不好告诉自己 然后再做一些调整迎接2021好的一年的到来 好的OK然后呢小编刚一直讲说 哎小姐你不会讲通话一点因为先粉也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了哦 好那姜老师我们今天是用什么顺序呢 就是ABCD这样子吗 先从脸开始吧 ABC ABCD 好哦 那这样的话 哎有没有先粉选那个脸的啊 选脸的跟我讲一下好不好 哦哦哦哦好 淑金D就是福 哎选福的蛮多 就要凯莉选信 然后张瑞琪选中 淑雅金选信 黄淑琳选年 哎有了耶 黄淑琳选年耶 对 哦好 一旺旺是福 立凡选信 哦可以好 来那这样的话 有答案变强了吗 哈哈哈 可以了 后不及待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先开年的了 好 选年的先粉注意看哦 来哎呦 分数蛮高的呢 80分 耶 好 脸这个字呢 带给你的 你的经典的能量场 代表是什么 代表你前半年 前半年 然后到8月10月 到8月10月的时候 真的会比较辛苦了一点 真的吗 很辛苦一点 然后后半 后半年呢 比如说 哎11月12月 然后经过了 这个你的辛苦 你的努力 然后还可以 还可以 可是当你选到脸呢 代表你这个月 这个月要加强哦 非常的加强 因为代表你的后劲是十足的 哎呦 后劲十足呢 所以说你要把最后的20天的力量把它凝聚起来 然后带给2021流年的今年 然后带给自己非常好的一年 哎呦 对最后要充庆十足哦 充庆十足很拼 所以这20天的话很关键 对没有错 这20天就是穿不开的 对对 哎哈哈哈哈 这20天穿不开啦 对 充庞好像平平 然后可是后半段 你要告诉自己 剩下的没有几天的 20天的就要2021了 所以告诉自己要好好的充庆 好好的打拼 好哦 让被鼓力量拿到带上来哦 好 问题恭喜80分 接下来的话来选中的 选中的 有没有人选中 来选离中的 先粉来看过来 哎呦 90分耶 对 分数好高哦 好 中这个字里面呢 带给那个粉丝的能量 代表它是从 哎 虽然我们有那种疫情的关系 其实它还是很不错哦 哎呦 可是从1月到6月 6月到12月的这段时间 其实都是有时有终 哦有时有终 那这样的话 2021年你绝对会更上一层楼 真的哦 好棒哦 所以说要带给自己的能量场里面 你要告诉自己 既然有时有终 那从1月到12月的过程当中 你们因为你们努力 因为你的上进 因为你的积极 所以说还要更上一层楼 所以说2021绝对会得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好运 真的哦 对 所以选中的这个 仙粉的话 2021是很Lucky 对对 没有错的 好棒哦 艾莎姐羡慕你咯 呵呵呵 好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选C 幸 幸运的幸 Lucky 感觉也蛮不错的哦 来 选幸的仙粉 几分 70分 虽然好像不是 那么的OK 但是应该也还不错啦 那这个字里面 如果仙粉选到的话 代表今年真的会比较辛苦 真的吗 对 因为属年会比较辛苦 然后烦恼 所以说 因为代表你今年当中 可能有一些财运啊 或是工作上 或是职务上 或是在感情上 会有一些挫折感 哦就是今年的时候 没关系 反正也快过了剩20年 所以说 要告诉提醒 把所有的今年 如果你遇到烦心的 不快乐的 希望你把它抛开 把它放下 如果说对待关系里面 可能遇到挫折 可能遇到一些困难 告诉自己 宽恕感恩 然后谢谢祝福 那一些所有 让你经历过的 不是最的所有的事情 哦 那这样子的话 让牛的这一年当中 因为你的辛苦是有代价的 为什么 你辛苦了要有代价 一定要告诉每一个挫折当中 一定有它的因缘在 没错 所以说多点感恩 多点祝福 好 让这明年能够带给你 更丰盛的一年哦 今天这辛苦就让它过去了 哦 所以说这个70分是代表 就是今年2020年 可能有点辛苦 对 没有错 但是只剩20天 各位加油咯 所以就是2021年 就是波云见日的意思咯 没错 但是要多点感恩啊 多点放下 如果今天比较不是新的话 告诉自己 然后把它放下来 因为展望未来 真的哦 然后那些阻碍的事情 就告诉感恩跟祝福的力量 好 所以选性的先粉们呢 然后艾莎姐就帮你们 跟顶旭老师说 感恩哦 哈哈哈 这样OK了 剩20天 大家加油哦 来 最后压轴的 选低选福的人蛮多的哟 来揭晓 好紧张哦 前面三个分数那么高 选福的 来来来来来 登登 100分 耶 选福的人蛮多的 因为选福的人代表今年是一个 丰盛的一年 代表从年初到12月份 你都是一个非常丰盛 而且不管在工作不管在感情上 那都是一个满分的 真的哦 对 那代表你的能量场是旺盛的 代表疫情或是遇到今年比较不安定的一年 你总是还是抱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然后去面对每一个当下 那所以说你要把这样的心情 然后再去迎接2021 哦 对 所以说选福的老师就是意思2020虽然大家都很辛苦 可是至少他的心态就是很正面 比较正能量这样子 因为这个月是老鼠月 你看哦 老鼠那个福啊 有一个田有没有 对 还有一个口 哦有 对 然后那个老鼠有口有田 对来讲是个风子 或许他做股票还会 他一定是一只田鼠 哈哈哈哈 好 所以说不管你选到是70分也好 然后还是那个80分90分都好 因为我们剩下那个 20天啦 20天 所以说不管怎样都抱着愉快的心感的心 哎哟 然后来面对每个当下 希望明年能够是一个很顺遂的一年 好的 然后明年我们会有很好的那一种 比如说2021它的九宫飞星 我们柴卫方在哪里 然后我们的桃花方在哪里 我们明年会告诉你哦 哎哟真的 所以说今天老师你刚才一直跟我说 2020年什么它的数字是什么4 然后2021年是不是什么Lucky的数字 对 因为你看哦 2020对不对 对 2加2等多少 4 4 所以今年是一个4号的能量 哦 那4它是一种不安全感的数字 嗯 了解 所以代表你今年都要透过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里面 要好好的学习 哦呦 好好的规划 嗯 嗯 那2是什么 2代表2020代表彼此要互助 哦要互助啊 你看啊 在疫情当中大概要互助 哦互相帮嘛 对 所以2的能量里面一定要有同理心 然后有沟通 有和谐的能量 才能度过一个不安全的一个年度 没错 那明年呢 明年是不是 2021 对 你看 2 是不是2 对 20是2嘛 2加1等多少 2加13 对 3 然后2加3等于多少 5 哎哟 老师你考的好难哦 我差点讲错了 哈哈哈 所以明年的 数字号码是5 5是什么 5代表是一个目标跟方向的能量 哎哟 不错哟 对 所以说2021的开始 你们内在的想法里面一定要有目标跟方向 哦 所以这20天我们就会好好预定我们明年度的新的目标跟方向 对 去年是4号 所以说要告诉你好好的学习 在不安全当中去学习 那明年是5号 也代表明年因为你的学习产生的目标跟方向 对不对 哦 了解 所以说要告诉自己明年一定要有目标跟方向 不然它会随波逐流 哦 所以说就算是明年听起来是比今年还要好 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立定自己的目标跟方向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坦白讲就没变 对因为5的能量里面它很容易有高低之分 所以说明年如果说你是一个有目标跟方向的人 你会觉得你要达成那个目标 然后积极努力去达成那个目标 那如果说你没有目标跟方向 你会觉得哇 我2021还是来着匮乏 好 我们看哦 当然2021的不是还有个3 对 3是什么 代表3要展现你的才华 是 3要展现你的行动力 好 3要展现你的感染力 哦 你说我们去年是学习互助合作 今年是一个行动年 哦行动年 对 你看我3是一个行动年 5朝着目标方向前进 达到我想要的渴望 那根本明年就是我的年啊 我现在目标 我现在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要瘦身 哈哈 所以明年一定要积极 然后 超积极的 对 超积极的 超积极的 3的能量里面行动力 1 2 3 GO 对不对 哦 3是一个行动年 了解 3带着5的能量就是目标跟方向 对 老师你看哦 你在讲粉丝都有在听 大家都目标定起来 明年一定要积极 对 而且你知道哦 还有一点老师要提醒了 好 5 要不能太重于感觉做事 哦 要很明确你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 不能停感觉啦 对不能凭感觉哦 好 3 他行动力强 他感染力强 展现自己的才华潮目标 对不对 可是3很容易有情绪化 哦 所以明年如果说抗争的机会比较多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内在的心情 因为明年是3嘛 有3的能量 所以抗争会比较多 哦这样子哦 比如说街头游行啦 哦 会比较多 明年会比较多 哎呦 那可是我们的心情要不要平静 呀 那我们朝着我们5的目标方向前进 那讲2021是一个非常有人力的一年 哦 所以说你看 互助合作是2 哎 行动力强是3 目标方向是5 所以是在2021年的数字的量 哎呦 老师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那这样子艾莎姐听得也非常清楚 相信各位粉丝都跟艾莎姐一样的聪明 哈哈哈 一定也听得非常的清楚咯 明年还会告诉你 今年2021的九宫飞行的查备方在哪里哦 好好哦 刚才我已经偷偷问过老师了 所以我已经知道了 哈哈哈哈